我们常听人家说出外靠朋友 那么在心理学里面 关于友情对一个人生命形态的影响 最多的就是关于社会支持的研究 在社会支持的研究当中 有一些报告指出 友情对于一个人的影响 还真的蛮实际的哦 比如说在一些自我改进的领域里面 那些有社会支持的人 他们比较可能去坚持 自己所定的新年新目标 而且呢这些人坚持的时间 可能会长达两年 甚至于到六年之久 那还有一个更经典的研究就是 社会支持对于减肥这件事情 到底有多大的帮助 有一群受制者哦 进行了一个长达四个月的减重计划 包含节食啊运动啊和行为的改变 但他们不是独自一个人参与的 就是呢他们跟几个熟人 大概有三个熟人或者是亲友 一起进行这个计划 那么相对比较独自进行减肥计划的受试者 他们中间的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哦 独行侠的自己进行减肥计划的 大概会有76%的人完成计划 但是其中只有24%的人 在半年之后还能继续维持减重后的体重 但相反的 那些有社会支持的受试者 会有95%的人完成计划 对比于那个独自进行计划的 从76%变成95% 然而呢在半年之后会仍然有66%的人继续维持减重后的体重 那么相对于前面的独行侠 那些独行侠只有24%的人 在半年之后还能维持 24%跟66% 所以从这些研究跟数据告诉我们 有时候朋友对我们的帮助 还不只是情感上的交流 更重要的一点是一些很具体的支持 包含你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拥有一个更好的体态 或者是你想要完成一些生命当中 对你有价值有意义的目标 那谈到这边 所以社会支持是要告诉我们 朋友越多越好吗 其实不是 其实社会支持要告诉我们的恰巧是 朋友不一定要越多越好 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听出来的 叫做支持 有很多点头之交 品水相逢 他会支持你吗 或者是他支持你的心意跟状态 是回到你的福祉 还是他自己的利益呢 所以真正的关键在支持 但是支持 你跟一个人的相互支持是怎么来的 要有支持之前 是不是要先有彼此的信赖 但是呢要产生信赖之前 是不是彼此要先有连结 那么你要如何开始跟一个人产生正向的 良性的优质的连结呢 关键就在于你会不会回应别人的讯息 回头想一想 你为什么会跟一个人交朋友 是不是他跟你互动的过程当中 他回应给你的讯息 是你可以接受的 甚至于是很舒服的 甚至于再进一步 那个因为有所连结产生的信赖 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是 他的回应让你觉得他懂你呢 那么我常常说 让别人觉得你有懂到他 这是你在生命当中 是不是能够圆满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因为只有这样的能力 你才能够串联起源源不绝 在你需要的时候 拥有你所需要的社会支持系统 希望这一段分享能够开启你 开始去认识朋友 对你的不同价值跟意义 我是凯宇 跟你做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当我们谈到社会支持的时候 一再强调 其实你要有所支持 一定要先有所信赖 要有所信赖 要先有所连结 要有所连结 关键在于我们的回应 所以很多人可能很想要 跟别人创造一个好的人际关系 但他真的不知道 怎么样做出适当的回应 常都是在事后 或者是在说错话的那当下 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可是 这就像是泼出去的水一样 覆水难收啊 那么一个有系统的学习 包含你怎么判断对方的状态 然后选择最适当的回应策略 我想这是每一个人 要圆满人生的一个必备能力 所以你想要透过系统的学习 来帮助自己 长出这样的能力的话 那么我在9月7号 开课的人际回应力 会对你很有帮助 期盼在9月7号的教室 能够见到你 详细的课程资讯 在我们的网站 都搜寻得到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